接著我們請劉士芳委員發言 請劉士芳委員發言 蔡正元委員也有一個失敗的罷免案 那當然最近我們立法院的同仁黃國昌先生 也有碰到這個部分 所以從這個動員勘亂終止到現在 只有一位的民選公職是被罷免成功 但是呢他是很小的一個地方上的選任的公職 就是戲子政代會的副主席 那所以呢在我們的修法裡面呢 有公職人員罷免的這個門檻 救治的修法是在總選舉人數是2% 但是我們現在呢已經降低到1% 然後總選舉人數是13% 同時呢通過的門檻呢 是有效同意票多於不同意票 那在其實在這當中呢 其實還有一位 我記得好像是原來的這個新北市長 就是台北縣長朱立倫啊 他是不是也曾經有人提說 他因為要參選總統的關係齁 會不會代職參選 所以我想要問一下齁 以呃先陳代主委來好了 因為我想選舉的部分呢 你這個法條都倒背如流啊齁 如果要罷免一個直轄市市長 他的門檻是在哪裡 每個直轄市的那個規定會不太一樣 你要看那個就是選舉人的這個總數 對 總選舉人數要提案的 提議門檻當然是1%嘛 我稍微算一下啦齁 當時這個這個這個 以我們的公民數齁來看 那提議的門檻大概是2萬多人齁 連署的門檻大概是乘以10吧齁 但是罷免成功的話是選舉人要四分之一齁 也就是以高雄市來講的話呢 是要57萬票齁 那這一次高雄市長的韓國瑜他的當選的票數是89萬票 那反對他的支持陳其邁的呢是74萬票 所以其實如果有人在提議這個的部分呢 我想要直接問看看 這個就要看是徐部長回答 還是陳代主委來回答 萬一韓市長他被國民黨徵召 來擔任這個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但是呢也萬一他被高雄市民呢 提案成功當成是有可能是被罷免人 那請問一下被罷免的時間的投票日 是不是按照我們新制的選罷法 會就是落在總統選舉日跟立委選舉日 來這個可能是請副主委來回答一下 1月11啦 假設想一個問題 請代理主委 好謝謝主席 那報告委員 假設現在一個問題原則上作為選務機關是不予回答 對 那僅就這個相關法律條件的一個規定來跟委員做一個說明 如果任何候選人他當選之後 那就任未滿這個一年是不受罷免 我可不可以問一下來 就任時間是12月25 對不對 但是下一次投票的時間是1月11已經超過一年 又三個禮拜 這樣算不算一年 我們會依照法定的這個時間來算 如果以今年年底來算就會超過一年 以今年12月25就超過一年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就是一樣 同樣的道理 在12月25之前 我們總統選舉的這個候選人公告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我們總統選舉 1月11你已經列出來1月11是我們的投票日嘛 那總統那個候選人選舉公告是什麼時候 我們有一個投票期程是8 前面3個月啊前面6個月 收委人都不讓共 時間暫停 那個 三 那個 9 8 暫停 9月12 9月12 那9月12如果公告總統或副總統 兩個H公告嘛是不是這樣子 齁 對不對 好 那我再請教一下 所以時間點啊 如果說 罷免時間是就職滿一年以後才可以罷免 就12月25之後 他其實已經達到罷免的一個門檻的實現 齁 那所以在1月11的時候有沒有可能 高雄市長的被罷免人 他會代職 參選總統跟副總統 法律上我就法律上 我就法律上問你而已 你你這個有沒有可能啊 這不是假設這說不定成真 有沒有可能這個要看事實的一個發展 不是我現在只說法律上面的進和 所以我就搞不清楚這是選物還選證 那個部長你會代替回答一下嗎 跟委員報告一下 您剛剛的問題有兩個一個是選舉的一個公告 我們是在9月12號9月公告 那這個當 這是候選的名單的一個公告是在12月13號 會是屬於不同的一個時間點 這個也先跟委員做一個說明 沒有關係我現在只是問投票那一天 公告的部分是由我們的選 選物機關自己要處理嘛 來我來問部長 你部長還是一樣啊 那個你可能是選證機關吧 選物機關嘛 那在選罷法75條裡面 還有選罷法87條 這裡面的進和 真的有可能發生啊 為什麼不可能呢 這個發生就按照法律 真的發生的時候就按照法律處理 法律有進和的問題啊 我剛剛所提到 我剛剛所提到有沒有可能現任他是直轄市的市長 他有可能代職參選總統或是副總統 那在時間的排序上面都是有可能 不是完全不可能 以前朱立倫都是一個啦 是是是我知道 對對對 所以當然是有可能啦 已經有發生過啦 不是沒有 但是我要跟你講是我要把它轉換到是罷免的部分 就是如果在一定的時間點內 他同時成案變成是被罷免人的話 有沒有可能這個被罷免案的投票日 跟總統副總統還有立委的投票日是同一天 因為這個投票日最後決定是選務機關決定 我知道但是他 當然這個法律上當然 並不違反選罷法嘛 當然啦 只要依法 只要依法 這當然都可以啊 是阿蘇就問你說 在法律上面有沒有可以進和的部分 就是說港級發法 當然我們都會覺得說選務的部分都同一天嘛 只要兩個都合無規定的話 當然最後要不要同一天就 我們會決定 就來選務機關決定 中選會決定 中選會的全體委員會通過 是同樣一天嘛 對他們去決定 那在法律上的可能性是不是存在 法律上當然按照這樣子就看他的進和嘛 真的發生的時候 我們就來檢視他的構成要件 那構成要件一檢視如果符合的話 最後要怎麼決定 這是選務機關要做決定啊 來 那個兩位都是法學專家啦 我把選法法75條跟選法法87條放在那裡 所以我所說的這個可能性是不是有可能成立的 其他各類選舉時應該同時舉行投票 但是被罷免人同時為候選人時 應該在罷免案宣告成立後 60日內單獨舉行罷免投票 所以兩位都去看一下選罷法裡面 了解 這樣知道嗎 所以補免你要怎麼回答這個 沒有我還是一句話嘛 如果發生了我們就按照法律來檢視嘛 對 然後這個按照法律來解釋 事實上最後在選務的舉辦還是中選會 中選會他們是合議機關嘛 是 啊由他們合議去決定到底哪一天怎麼樣 那執行面的話就是由內政部的各地的選委會來幫忙 執行面都是選務機關在處理 好那我再問一個副總統本身算不算候選人 只有副總統算不算候選人 在中選會的定義裡面 因為他是搭配我知道但是算不算 憲法跟總統選罷法明文規定總統副總統應該要是聯名登記 也就是以一組為候選人來這個登記 那法律上這個只要聯名登記他當然也是候選人 他也算是候選人 所以萬一高雄市長變成是國民黨的副總統候選人的時候 他就不可能變成是被罷免人 同時為候選人時這個條件 所以要單獨舉行罷免投票對不對 如果用87條來解釋 不太了解我的一個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說不可能一樣一天啦 這樣不是更簡單 啊我們都了解奇怪你怎麼不了解 不是我太了解你提議的一個 他頭髮學的跟不一樣啦 我就聽得有你還是聽得有 提供給各位參考啦 我只是提供說不要忘記在選罷法的進合裡面 一定會有一些漏洞會發生 因為政治是走得很快的 民意也走得很快 那萬一如果發生這樣狀況的時候 如果選務機關或選政機關 還是一團亂的話 你們兩位就碰觸到我們憲政所說的 你們弄得亂七八糟啦 好嗎 提供給各位參考一下 謝謝兩位 好謝謝劉世帆委員